人家說行行出獎玩 順地咕嚇誰人知道 照片台灣大小行 走對著鄉天的腳步 來去行啊來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我都是我佳怡凌智琳的是 卡卡卡卡 怎麼了 我怎麼覺得這個畫面有點熟悉 讓我們回到六月的那一天 哈囉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我是佳怡凌智琳的是 唉唷小編 你讓他們計較嗎 這一樣這個場合對不對 我不這樣開場要怎麼開場呢 西宮你今天要帶我去吃什麼 我今天要帶你去吃一個很厲害的烏龍麵 烏龍麵 看嘛小編 沒想到我覺得你都很聰明 這麼熱的天青 怎麼會排這種烏龍麵啊 你真是搞烏龍欸你們 誰說吃烏龍麵一定要吃到滿身汗 我帶你去吃烏龍麵也可以很有良感 良感烏龍麵是吧 爽生粉嗎 良感烏龍麵 沒有錯很厲害 真的假的 不過我看這個時間 它因為是手工限量的 可能也快沒有了 所以我勸你最好是現在趕快跑過去 可能還來得及 現在 對趕快跑過去 跑過去 你真的搞烏龍 欸欸欸 跑錯邊了啦 喂 我在那裡不敢說 是在裡面嗎 你好 來用餐嗎 喂 你看起來怎麼喘 我跑過來 請問啊 因為我聽說你們這邊有那個 成手工 然後是浪天限量的烏龍麵 對不對 而且平時我來就吃不到 還有嗎 有有有 真的嗎 喔YES 那我先帶你進去 好 趕快趕快 哇塞 太多勝了吧 對啊 你真的是把最好的都敲起來了耶 對啊 太強了你 但是啊 我要一件事情 要真心的跟你告白一下 嗯 什麼事 我沒帶那麼多錢 沒有關係啊 真的嗎 真的嗎 你這個人帥就是這樣 學洗碗工 喂 放心 姐姐很會喜歡 你要洗碗工嗎 歡迎來店 控爆控口 哈哈哈哈 講到這邊餓了 我們先來吃吃看 你推薦我先從哪邊下手 因為這麼多 說真的也不知道怎麼下手 可以先從我們的冷麵還是冷 麵的部分先吃 我們的烏龍麵部分有分冷麵跟熱的 對 冷跟熱 然後 如果第一次聽到烏龍麵是可以吃冷的 一般都是做熱湯啦 對 很少說做成冷麵的這個部分 冷麵算是我們自己獨家自己做的 就是比較特別 因為它比較細 對 那如果外面要買的應該幾乎也買不太早 所以我們都是要自己手工作 也是手工作 對對對 全部都是手工作 那像現在這個呢 有什麼不一樣 這是我們現在新的 它是把熱麵做成乾的部分 因為其實不是有些 有些人現在比較不喜歡喝湯 因為他覺得湯熱量可能比較高 所以他想要吃一些乾的 乾麵的部分 我們就盡量搭配多一點蔬菜 然後 比較簡單的肉片這樣下去做炙燒 對對對 然後搭配有胡麻口味這樣 那麼 我們先從冷麵開始吧 好啊 這個 先把它拌一拌嗎 對 就是把海苔拌一拌 真的很沉溺 你看它上面放的海苔也非常的多 超Q欸 這個麵條 我知道了 那個柚子香 而且那個柚子是非常爽口的 可以跟這個湯汁配起來 而且 像這種夏天啊 因為你知道我們 嘉義乾葉液涼麵 都是用北醋 會比較膩 對 所以酒後面會有膩感 可是它這個的話 就是因為非常的涼爽 你如果夏天怕熱的人 一定要來點這一道冷麵的部分 我們吃完了這個冷麵啦 因為冷麵是細麵對不對 那當然呢 可想而知就有這個 比較粗的烏龍麵 烏龍麵就是寬版的嘛 那就是這一道囉 好不好 你說這是胡麻 對 這是我們的胡麻烏龍麵 胡麻烏龍麵 其實它的配料非常的豐盛耶 而且我覺得你是 你有去學五行 是不是啊 沒有 對啊 因為它的配色 你看有那個黑木耳 然後有甜椒 紅黃綠 全部都有了 因為現在大家就是講 講究養生 對啊 對對對 搭配一些輕食 所以你如果說不喜歡吃湯麵的 就可以點這個乾麵的部分 對不對 我先吃吃看這個麵條 跟細的有什麼不一樣 真的超有嚼勁耶 那個嚼勁喔 不像刀削麵 刀削麵是再硬一點 但是不會 你會覺得說就是那個麵條 在嘴巴裡面坦 很很坦 對不對 像那種感覺 而且這個醬也很好吃耶 然後這個 熱麵主要我們的訴求就是要 然後軟Q然後滑溼的感覺 對 製成跟過程比較安心 可是這光揉要揉 那個麵粉我剛剛看你好好揉一個小時吧 對啊就是一顆麵條 好久的 對啊然後一天大概要揉十顆左右這樣 就是這種堅持與執著 讓客人能感受到這份溫度 成為家喻戶曉的名店 其實一開始做手工烏龍麵的起源 還有個溫馨的小故事 剛剛媽媽有在講 我們的這個達人 真的都是出國比賽拿頂拜的 很用心喔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興趣嘛 對不對 而且還有一點就是 我覺得很驕傲齁 因為他跟媽媽講一句話 媽媽胃不好啊 對不對 然後他說媽媽我要做你也能吃的 這個照顧你健康的東西 所以他用這種精神來照顧 來這邊品嘗的所有的這個來賓跟客人 對 所以你是到日本專程學這個麵條製作這樣 真的是不容易啊 而且我覺得這個麵條的特色在搭上不同的湯底 就會吃出不一樣的這個 撞擊出不一樣的虎花 對不對 像這個好了我們來看這個 其實因為是被他吸引你知道嗎 像我今天錢淡了夠 準備來洗碗 可是呢 你來看一下這個 富士頓 這個是什麼龍蝦頭 那是台灣的龍蝦 台灣龍蝦 也這麼大隻啊 哇 這也太大隻了吧 你有看過龍蝦泡湯啊 而且是昆布湯 有沒有 超海派的 怎麼這麼好人喔 很老的 還有這個師傅在旁邊這個直接處理 有沒有 又不客氣啦 我直接咬啊 看到他們大家羨慕的臉我都不好意思吃 哇太鮮嚴了吧 對啊 欸真的他們有在亂蓋欸 那個高辣 完全啊 吸到那個龍蝦裡面的肉 喔天啊 太好吃了吧 難怪欸 剛剛看到很多人頂欸 天啊天啊 這個 我們的小片一直在看著我 看我不知道怎麼辦 要這樣我再吃一口嗎 大口吃龍蝦 就是這個時候能夠享受到的好不好 一定要來吃吃看他的這個龍蝦烏龍麵 滿滿的湯汁喔 充滿海洋味道 喔天啊超鮮的 接著還有這個啊 這個是 我跟妳講 這就是失敗的地方 這一個炒蝦湯 炒蝦烏龍麵 都很不錯 你幹嘛放芹菜呢 這芹菜沒有人要吃啊 這不是芹菜 會長斑 這是我們那個 日本的精髓菜 什麼菜 日本的精髓菜 精髓菜 對 這是日本的品種 我們特有的精髓菜 是這樣子 對啊對啊 當初我在台灣找很久 台灣有嗎 台灣有 但是 量比較少 然後 精髓菜 我們現在 精髓菜全部都是 那種 水根 水根種 所以是台灣少吧 對對對 特地找那個 農夫幫我們種那個 水根的 我覺得他真的很用心耶 就是說 不只是我們的烏龍麵的這個主題 這個主角 他是手工做 連周圍的這個配菜啦 配色 營養 都有調配過 而且我跟你講 我也有做功課 好不好 這個 豆皮 對不對 對對對 來你好好講一下 這個豆皮 跟一般外面看的豆皮 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豆皮 不是我們台灣的豆 就是算是日本的 酸鹹豆皮 就是比較特別 日本 對對對 因為他 製作上比較麻煩 對 麻煩啊 對 然後說我們台灣做 他都是一般的那種 油炸的豆皮 就是那種的 比較脆啊 比較酸 然後這種豆皮是 它比較扎實耶 日本在做那種 壽司的豆皮 對 可是 因為如果從日本直接進口進來 他就是有醃漬過的 那就是 因為他為了做壽司 對 所以進來就醃漬 對 所以要買到這種原味的豆皮 其實非常少 所以我特地去找廠商 幫我們做這種原味的豆皮 對 這不得不 我不得不講 真的是浩袋 一碗麵才多少錢 然後呢 你從這個菜 要去找人幫你水根 這個豆皮你要請人 來幫你做 製作 你要的這個東西 而且又營養又好吃 對 而且它的豆皮啊 講真的 它的口感真的比較足夠 一般台灣的豆皮 它吃起來就是會有點 泡泡 泡泡 那個感覺 對 你一定要像這種 經過這個 處理的 因為它吃起來會比較 軟比較厚 對 然後它湯汁會吸在裡面 對 所以吃起來會比較有味道 對 再加上你剛剛 你這個是龍骨湯嗎 對 這是龍骨湯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龍骨湯 龍骨湯 你看看這一個湯汁 這要熬多久 這個要熬大概八小時 這個熬八小時 所以我們喝這些蝦蝦泡腳的水 我們也OK的你知道嗎 蝦蝦泡腳的水才是精華 OK 那個鮮是從 本身應該有加一些蔬果吧 蔬菜的部分下去熬 像一些洋蔥 洋蔥對不對 然後蒜苗 對 跟那個紅蘿蔔之類的 其實你喝得出來 它那個用心情度 整個熬製在這個湯裡面 非常的濃縮在裡面 對食材的堅持 對細節的要求 以及對每位顧客的用心 靠著這份執著 漸漸成為嘉義的著名美食 每一道菜都付出相當的心血 擇善固執 就是老闆成功的最大秘訣 說實在現在人 講求速度啦 講求快 講求翻桌率 對不對 可是要像這種傻小子 堅持手工 堅持原味 堅持天然跟健康的 其實真的不獨 對不對 那我們要堅持下去好不好 讓我們更多人可以吃到這個 這麼棒的美食 感謝你準備豐盛的一餐 我等一下要進去洗碗 不要啦 謝謝你接受我們的採訪 感謝帶來這麼好的美食 推薦給大家囉 那跟我一起 來去行啊來 跟我一起成功 好不好 來去行啊來 成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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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說真的也值得了啦 你在那邊看到人家做這個料理 那麼辛苦 裡面很熱耶 我以為裡面搞不好 大概三十 三十七度有喔 超熱的耶 在這麼高溫的這個狀態下工作 要不要生孩子啦 香檳 香檳 這是 這個飲料請你喝 怎麼都好 我碗還沒洗完耶 沒關係啦 所以你是看我洗碗那麼辛苦 是不是 人真好 那 這個珍奶也是我們這邊在推的嗎 對對對 這是黑糖奶的部分 黑糖奶 就是這個鮮奶跟珍珠 好 我跟你講我的工作職責就是要好好的品嘗美食 推薦給大家對不對 那 碗給你洗喔 好 掰掰 掰掰